大家好 我是Greta 今天要和大家去讲一下 当你做EBK2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到你的后脚 一升起的时候会 旋转 或者是个人很不定 这个短片其实是给一些 懂得做EBK2的朋友 如果你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你可以去下面的连续 我已经放了连结 在那里便会带你去那条短片 拆解如何做EBK2 EBK2仍然站得挺硬的形状 人们都会觉得很漂亮 仍然是很受欢迎 因为有些动作是 后到这一刻就不知怎样会发生 但是K2仍然是有它的粉丝 都可以的 因为真的挺骗到下赞 真是有型的 对不对 脚又在那里飞 所以变了很多人都会喜欢做EBK2 但是也要留意 我也看到有不少朋友做EBK2 他升起的时候 后脚升得不够 不能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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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K2有另一个名字 就叫做飞一字马 Flying Split 其实这个名字 已经是一个十分之容易理解的一个名字 一字马要飞 所以一字马要飞 如果你想想不讲飞 讲一个普通的一字马 那你是一只脚在前头 一只脚在后面 所以如果你是做EBK2 Flying Split 理论上你一只脚在脚在前 另一只脚在前 另一只脚在后面 但是因为我们升起了个人 我们没有个地下 去帮我们拉上我们的脚的关系 全部靠飞 很多时候我们人的身体 就不太懂得在空气里面 在动得正确 所以你也关乎很多东西 因为你没有个地下 去硬把你拉开个人 所以你的腿 开不开 所有东西 就会在一个Flying Split 做EBK2 所以有很多人做EBK2 前面那只脚 就不是只向12点方向 即是前头 是反而似向3点方向 就好像类似这样 就是这样 就转了出去 很多时候一升起 而如果后面那只脚没有什么意识 就会 这样 当然我就夸张了整件事 但是 因为你前面那只脚 指了出去側跟 其实你后面那只脚 如果你没有意识 直接向后 有它自己顾自己 就会跟着前面那只脚走 因为前面那只脚是一个 Leader的形式 后面那只脚是一个跟班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说 我真的前面那只脚 真的不能向前伸展得那么多 有可能是 宽关自己的灵活度的关系 或者是 大腿后肌 或者其他因素 你升起后面那只脚的时候 你要起地 向后 又有另外的情况 因为后面那只脚 我们又看不到 通常是看不到 都不会怎么理到它 通常做这些形状 因为要好比力 我们就会拼命地退 拼命地 所以后面那只脚 通常都理不到那么多 所以因为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时候 后面那只脚 不知深刻就会 撥向前 人又会歪 所以 如果你想你的Flying Speed是直 的话 你就要留意一下 以下这些的几点 其实就是关乎我们的宽关节 因为很多时候 当我们做EBK2之前 都会做以下这个形状 就是蜉翼的 就是Lizard 很多人 就会选择 想个人贴近地下 膝头哥 通常都不是很理想走向哪 通常很多人做Lizard 就是落地 这样 这样的 那你有没有见到我膝头哥 飞了出去老丈那么远的 但是 因为这个形状 其实相对来说 容易做多很多 因为这个我们的盆骨 我们的宽关节 应该说 就是一个外旋的状态 以及我们的宽关节 其实是一个外拉的状态 所以变成了 如果你又爱人又爱人 所有都爱的时候 你做Flying Space 是很难把整件事的 所以变成了 如果你做这个Lizard 是准备做EBK2的话 真的要分装和选择 不要太在意 我要贴近地下 我才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 但是你要想一下膝头哥 所以例如我打算做EBK2的话 我的膝头哥 你会看到的 就真的想夹近我的肩头 我的脚趾 都只是在一个12点钟的方向 我不想让他飞出去 一转出去 其实就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在这个情况下 你说我前臂不能下地 那就不能下地 那就是 斜了 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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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了斜了斜了 斜了斜了斜了 有可能你真的能下到 但是你记住 你下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 就是一个配角 主角在这里 所以你的膝头哥 一定要夹近你 就是这样的 另外一个形状 就可以解释给大家看 就是一个阔的前弯 就是这个 如果你是练 朝向EBK2的方向去练 就算你做这个形状 也好 你会想感觉到你的脚 是想夹近你 就是你的宽是想内收 而不是 做错语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练一下这些形状 练得久了 当你的宽知道要怎么做 要做什么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所有东西 夹在一起 做一个EBK2 当你准备做EBK2的时候 你就留意一下 膝头哥和脚子 在一个12点钟的方向 就算你飞起了 其实实体力 没可能真的只在12点 但是你的感觉 你也想夹起来 起码 知道它要向哪个方向走 而不是有一句 自己顾自己 这样 所以就是了 收起来 好 膝头哥和脚子 12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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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的左脚便会飞起 就是这样 所以 记住的就是 留意一下 你前面的脚做什么 后面的脚就会跟着走 当你前面的脚 真的知道12点钟 就是直 你后面的脚 都会自然知道 向后 因为后面的脚 除了是一个跟随者之外 它也是平衡你前面的脚 今天就有分享 那我就发现到 昨天的分享开始 就focus多一点 是比较细细的东西 我觉得 这个东西是给我很多 很多兴趣 因为练到这样 你就真的要focus在细节上 令你了解多一点 练习 还有了解多一点你的身体 就是这样 那记住了 麻烦按个like share出去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跟我练习 无论是实体课 或者是网上课 都可以的 在RG或者Facebook那里 留个DM 那我就会尽快回覆你 好 下次见 拜拜